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植物解說員 我要解說的植物是大葉實粒 大葉實粒它分佈在全島七百到兩千四百之間 尤其一千到兩千之間最為常見 它也是擴葉樹的主要樹種之一 那我們來介紹它是長綠蕎木 這是幼苗 長綠蕎木,什麼是長綠呢? 長綠則就是櫻荷樹在一年世紀中 都不會出現大落葉的狀況 我們稱作長綠 蕎木三公尺以上的樹種 我們統稱蕎木 然後我們來看它的樹皮 它樹皮呈現細重裂和勾裂 有時候會產生龜裂的狀態 然後再介紹它的葉子 它是單葉護生 什麼是單葉? 一個結上面只有一片葉子 我們統稱叫單葉 什麼叫護生? 一個結上有一片葉子 然後這樣交續的蟲生 我們叫做護生 它的葉子 葉表兩面光滑 然後葉面脈有點突起的狀態 又葉會呈現粗鋸齒狀態 越老葉的時候 它會呈現全圓或粗鋸齒的狀態 然後它的果實是堅果 堅果是野生動物的主要食物之一 尤其是大葉實力 大葉實力的堅果豐富 為野生動物主要的食物之一 為野生動物盡了很多心力 我已經說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加倍速 gotten 南瓜